接下來是我們第一團的小朋友要帶來的合奏表演 那目前先介紹一下我們 我們過去樂團的一共有四個團 那除了比賽團、儲備團 那還有新團的技團 第一團最主要是由一、二年級的小朋友來組成 他們是新生 應該都是新手 那要從完全不會提醒這項樂器 一直到能夠跟大家一起合奏 這是一件非常不簡單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要感謝我們那個杜明儀老師 他實在是對這些小朋友非常的有辦法 然後呢 我們今天第一團的小朋友帶來的兩首曲子 一首是就是德國的民謠所組成的 大家一定都聽過就是小蜜蜂還有小猩猩 那這兩首符合的詞曲 第二首是也是兩首的民謠把他組合成的 叫做就是倫敦鐵橋跟王好先生有快遞這兩首 那待會呢 你會看到我們這兩首 尤其是第二首的曲子 他實在是 對他來說並不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因為他們學習 其實說實在 雖然說是一個學習 其實並不到五個月的時間 那能夠表現出這種合奏的那種 一個規模 其實是真的很不容易 那單位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這兩個 尤其像那個王好先生有快遞這首 他主要是以大提琴為主咒 那我們看到他們 單位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他們平時的練習的模型 還有關注練習怎麼樣的 那麼現在 準備好了沒有 好 那我們就要來歡迎 杜敦鐵老師 跟弟弟的小朋友 為我們帶來的兩首合奏曲目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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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